電影傳攻略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靖光 我是古典龍 我是林兵龍 大家好, 我是陳偉廷 你現在看的是… 你現在看的是… 電影傳攻略… 又來到電影傳攻略的時間了 《荷里活》現在受到編劇 和演員工會的雙重罷工影響 很多電影的宣傳和拍攝都將近停擺 像華立兄弟一樣宣布 魔界的前傳動畫電影 《沙友漢戰2》 和哥斯拉大戰《金剛2》 也需要延期上映 但不知道是否對今年的聖誕節 當期充滿信心 經歷了很多風波的水行合意 和朱古力掌援人的前傳Wonker 也安排在今年12月上映 不知道到時的罷工還會否持續 這個時候馬上看看 這個星期的新片速遞吧 《半碟裁判3》終極一戰 由金像影帝Dancell Washington主演 講述一位突擊隊員 自從推下火線之後 一直都很想放下自己恐怖的過去 想著在意大利南部找到他的歸宿 誰知道發現身邊的新朋友 全部都受到當地黑幫的欺壓操控 他必須挺身而出守護朋友 以暴制暴隻手痛擊這群黑手黨 你走到電視劇去逃避 然後 McCall can help audiences逃避 人們聯繫跟那個簡單的信心 的獲得正義 給人家人人 人們愛這個角色 人們愛 Denzel Washington 他開始做他的事 魔法開始發生 他經過他的生命幫助這些人 如何就離開從那裡 McCall had gotten addicted 到不妙的暴力 他不能離開 他還沒工作 他沒有工作 是正確的 他們是麻痺 他們是癌症 但有些影響 他們可以取得任何事 我仍然會傷害 這位藝人家 他有很多重點 他太遠了嗎 警察找了幾個死亡 在西西蘭 你殺了他嗎 我看見他殺了他 《怨泊》 由何超儀 周俊偉 白川和子等主演 電影以《前世今生》 和《魔鬼怪英》 由江西為題材 講述一名女子 和男友分手後 去東京度假 陰差陽錯下 住在一間 由陰森老婦人 所經營的破舊私人民宿 他也慢慢發覺 自己和這個擁有 神秘力量 和不明歷史的地方 有著某種深層的連結 沉根女團 一個自小被外籍父母 收養的亞洲女孩 亞裔外表 令她和成長環境 始終格格不入 有天她被派到中國出差 誰知對方 竟然要她帶親生媽媽 先肯簽約 於是她帶了另外三位 亞洲貴密姊妹 出發去一場 癲喪的沉根之旅 《我們的哥》 兩個來自不同背景世界的男生 都有一個共通點 一樣熱愛音樂 一個性格落天 一個跟著名音樂家 爸爸的關係很差 因為誤會而令他們遇上 更由敵對關係 變成了好朋友 速戰 一對同父義母的親兄弟 自小喜歡賽車 阿哥更加成為了亞洲車神 他們和一個集團太子爺 因為賽車而成為好朋友 後來阿哥遇上一個 捲土從來打算復仇的賽車手挑釁 想不到會為他們的人生 帶來深遠的影響 有Margot Robbie和Ryan Gosling 主演的電影《Barbie Barbie》 成績越戰越勇 截至上個星期 全球票房已經衝破了13億多美元 還成為華立兄弟旗下票房的 第一電影 《過了水行俠》 和《哈利波特》 《死神的聖物2》 而且由於這部電影 之後在某些地方 還會有IMAX的場次 所以外界普遍認為 要追過超級馬力歐兄弟大電影 甚至是《冰雪奇緣2》的 14.53億美元 也絕對不可能 接下來 馬上看看香港 這個星期的票房戰況是怎樣 這個星期的票房龍虎榜 截至8月30日中午 第三位 有講述四個青年 遇到幻象被困荒島的漾魂 第二位 有神秘殺手暗中執行個人正義 令警方束手無策的暗殺風暴 而第一位 有由Christopher Nolan執導 講述原子彈之父一生的澳本海脈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樣時間 電影《全攻略》再見 拜拜